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的印象是怎样的,无关于各类型的原因。 我单纯觉得日本是一个很倒霉的国家,动不动就发生火山爆发、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,而且这个自然灾害爆发的频率似乎有些太高了。 而对于这种情况,很多专家都表示很有可能是另有隐情。 日本是一个岛国,我们都知道,而很多像日本一样的岛国,发生自然灾害的概率也没有这么高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日本的火山占据了整个世界10%的比例,所以对于日本的火山爆发,我还是比较能理解的。 但是在日本的自然灾害里面,火山爆发并不是最多的,最多的反而是地震。 奇怪的是,地震一般都是和地壳运动有关,但是日本的版图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,在近几十年却频繁地发生了这么多地震,甚至日本的地震次数是超过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。 在各类数据中显示,日本每年的地震次数是高达1500次的。 而查其地震的原因,很多地震的振幅根本就不是地壳运动,而且被内海底巨大的冲击波震动到入地造成的。 这一现象,俄国的专家和官方媒体都坚持认为,日本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发生地震,就是因为日本在秘密研究核武器。 就像当年福岛核泄漏事件一样,是被日本研究核武器造成的,不然的话,日本的核发电站是全世界第一,怎么可能会发生如此低级的错误? 你们对于这个说法信服吗? 更多精彩有趣的视频,记得关注历史文坛哦!